自从23年赛季在3月初开跑之后 今年在场上最大的亮点不外乎是绿军Aston Martin的崛起 截至Miami战为止 五战下来就累积了102分 连赛季都还没过半就刷新了车队自21年更名之后的积分记录 龙嫂在开季之后五战四上颁奖台 场均都是稳定且刚好的15分 目前累积75分还是自10年积分规则更改后的最佳开季战绩 他老兄已经41岁还有这班成绩真的是有够鬼 加上AMR23赛车在Dan Fellows主理开发下成功让Aston脱胎换骨 今年要挑战同一个车队线32年来最佳年度战绩还真不是问题 不过在Aston及龙嫂主场上演经期不断收服车迷的同时 外传目前暂时找不到合作对象的本田 有望在26年之后与这一支以Silverstone为根据地的绿翼军团重新合作 消息一出毫无意外在各大社群又掀起一阵热议 Aston将会创造下一个冠军王朝或是迷因组合重现等论点突然在车迷间发酵 因此这一集的重点就会放在麻本组合在26年赛季到底有没有谱 同常也会顺道回顾一下同一个车队线当中的连线过去的战绩 所以一开始就先解惑一下起头断的最后一句话 顺便当作是这支车队发展史的回顾 Aston Martin与本田之间好像曾经就有过合作 而事实的确是如此 早在19年当Aston还是大牛的冠名赞助时 就曾经跟本田同时出现在大牛的赛车上 说是变相的合作伙伴也不为过 但是将视角扩大至同一条车队线当中 同样的组合在90年末至2000年初期就曾出现过一时 这里就必须将以Silverstone为根据地车队的严格史重新提起 当Eddie Jordan创立Team Jordan进军F1 同年让Michael Schumacher有了首登最高赛事的机会 之后除了92年换用三页V12让车队跌落谷底外 从Hart再到Pelgian时期都算是中游集团的固定成员 然而在97年赛季之后 动力供应商Pelgian在Pros车队 以及老板AlanPros的招手下组成了F1法国队 这让原先Pros车队的动力供应商Mugand Honda必须另寻高就 最终是与Jordan达成了一纸两年合约 那当然这一集是在讨论Aston跟本田的潜在结盟 有关本田与Mugand在F1的严格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里就先不多做说明 不过Jordan与Mugand合作之后并未因此起飞 上半季的表现甚至比前一季还要糟糕 索性在包含Gary Anderson及Mike Gascon等工程要角 陆续加入之后战绩终于才有了起色 Damon Hill及Ralph Schumacher在下半年赛季 屡次能替车队得分外 在大鱼角局且针冠要角陆续出事的比利时战 帮助车队拿下首次正赛一二名 加上意大利战Ralph又站上一次颁奖台 靠着下半季谷底反弹让车队战绩一路上升至第四 紧接在99年赛季 除了199赛车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外 因为前一季比利时战的Team Order风波让Ralph转头威廉士 同一时间Jordan也从威廉士 接收了前一季表现不佳的Heinz Harald Frenzen 日后回头来看 这一次人事变动让Jordan等头是赚到 Frenzen来到Jordan之后仿佛获得解放 全年16战赛程战上六次颁奖台 包含法国及意大利两胜 在欧洲战赛车故障退赛前 甚至一度有争夺车手世界冠军的机会 与前一年在威廉士陷入挣扎形同判若两人 最终也只输给当季的世界冠军Mika Hakkinen 以及最后一年替红军效力的Eddie Erfine 名列车手榜第三 Jordan也在Frenzen脱胎换骨的表现下 站上了车队在05年转卖前 乃至同一条车队线至今为止最佳的年度第三 在车队资源不及红军以及Maclaren之下 能有如此的家机实属不易 甚至在2000年后 本田注资BAR车队重返F1 及01年转用本田正厂动力之后 Jordan还连三年胜过等同是本田厂队的BAR 直到03年起本田倾向支持资源较充足的BAR 两者之间长达6年的合作才因此告终 而在第一次结盟过去20年之后 当出自同一条车队线的绿军 又有突破最佳战绩的可能 同一时间本田依然找不到下一个落脚处时 相同组合重出江湖的讨论又再一次浮上台面 这回传出Aston与本田有望合作 确实有着极高的期待感 除了当前本田动力在整体竞争力上 早已是全场最强 再者就是现在本田正面临决定开发与否的关键期 回到2021年赛季尚在进行之时 本田宣布以企业发展转型为优在年底退出F1 不过仍会以动力技术合作伙伴的身份 持续提供大小牛支援直到25年为止 然而在2021年当Verstappen帮助大牛拿下车手世界冠军 以至于2022年当大牛成为场上实力最强的车队时 从祭出只有HRC字样变成本田的logo重新添回赛车上 可见在大牛强势的表现驱使下 本田对于退出一级方程式的决定早已受到动摇 果然在2022年赛季结束后的一个月 本田也正式向FRA提交了26年动力规则下的参赛与开发计划 言下之意就是本田还不打算就此从最高赛事一去不复返 然而在本田宣布退出之际 原先的合作伙伴大牛也在同一时间成立了自家动力开发部门Red Bull Power Trans 寄望能够借由自行开发及生产动力摆脱过往过度依赖车厂的处境 在与Polcher的结盟确定告吹之后 大牛一度也有和本田洽谈过合作延长 但就仅限混合动力系统元件 尤其是下一代MG UK及蓄能模组的开发 然而在本田有意打造整具动力系统胜或直接一场队身份参赛时 明显就跟大牛设立动力开发部门的目的有所冲突 两者之间的洽谈不了了之恐怕也是预料之内 直到年初大牛正式官宣与福特结盟之后 代表本田必须另寻高就 最初一度传出包含Maclaren及威廉士两只都曾与本田共创王朝的车队有意招手 但是看来都没有下文 另外像Sauber已经跟Audi结盟 Alpin基本上就是继续跟雷诺合作 看下来就剩下争取Aston Martin的机会 虽然Aston目前仍然与宾士有着密切合作 从近期包含位于银石的工厂设施 以至于风洞都会在今年陆续完成 Aston在24年赛季新车开发工作将不再向宾士借用风洞 一连串动作多少看得出绿军一直期望未来不单只是动力供应商的客户队 言下之意就是可能在未来逐渐减少对宾士的依赖 甚至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毕竟以目前Aston的发展曲线来看 未来大有机会成长为争冠车队 倘若能进一步寻求技术合作伙伴跳脱Customer Team的框架 先不论实际上竞争力消长为何 至少可以确保开发空间与竞争力不会受到过多限制 假设以上的说法恰好符合Aston的目标 对于急需寻求合作对象的本田来说自然是好消息一桩 Aston Martin跟本田这对听起来就是准世界冠军的组合确实有着极高的期待感 然而两方最终真的启动合作依旧有着不少难关要过 就以本田来说在Red Bull Power Trans成立之后收编了不少旗下的开发人员 这就导致了开发计划多少会因为人手流失必须花上更多时间 再者就是本田目前恐怕在开发上已经落后给了其他阵营 毕竟26年起适用动力规则早在去年8月就公布 冰使红军以及雷诺在已经有车队支援的情况下自然不必担忧研发 就算是Audi也已经有了Sauber作为合作对象 当然福特与大牛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特别 福特大概率会借由易住资金支援 开发工作方面就全盘由RBPT负责 换言之在其余阵营已经找到归宿开始动力的初步研究工作时 本田却还处在寻求合作伙伴的阶段 这对于开发工作来说自然是一大阻碍 毕竟动力系统的格局会连带影响变速箱及车辆悬吊配置 以上又会牵连到车辆的空力格局 这也是为何当前的F1十分看重车队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 即便下一代动力系统限制会更多且复杂度将会较当前下降 研发乃至整备时间不足仍然会造成影响 这点本田肯定感触最深 毕竟15年重返F1十惨到一塌糊涂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整备期严重不够 再者当然就是Aston本身 啊对啦讲到这边应该很多人会想到龙嫂跟本田之间的种种过节 包含15年当着全日本车迷面前很酸本田是GP2 Engine 或是17年当着自家乡亲父老面前直言更改格局的本田动力 It's much slower than before 或是在同一年Indy 500因为引擎挂点退赛后再度对本田开喷 本田跟龙嫂之间结下的梁子有多大应该不用多说 当然啦这里讨论的是26年之后的事 届时龙嫂已经44岁 会不会还在F1出赛就不多做猜测 当然Aston的问题就跟车手无关 而是跟高层的态度有关 这里就必须提到当前Aston技术部门主席Martin Whitmarsh 在15年Maclari与本田结盟当中就扮演了牵线者的角色 与本田之间多少有着一定的关系 加上两者之间的合作本来就是技术层面居多 因此确切来说 Martin Whitmarsh的态度多少也会对这起潜在的合作案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目前这两大阵营的结盟消息都还只停留在指纹阶梯下 不见人下楼的阶段 包含Aston及本田都还尚未有更进一步的消息 不过在当前的F1可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在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更进一步的消息都大有可能 各位又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留言区留下看法 那就下部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